这个程式的解法 其实不是唯一的答案 那我这边写的方法 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写法 不过你拿坊间的书籍 他们可能写的又不太一样 一般坊间的书籍 最大的差异是 因为坊间书籍一定会宣告变数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范围都会用range set 它用一个set set哪一个变数 是哪一个range 不过那样的写也没有不对 也OK 只是说我是觉得那样的写 可能会让程式变得 相对的程式会很冗长 而且理解也比较不容易 所以我还是习惯写成这样子 那这个好处就是 其实也相对会比较好理解 如果以理解的便利性来说的话 除了这个方式解答1之外 其实没有解答2 你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用range 不过这个方法相对的会比较复杂 这个range指的就是我要 for i for j是指的是我要放哪里 那这个range指的是我要去哪边抓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去哪边抓放在哪里的意思 所以哦 解法2也是OK的 不过我原来写成解法2吧 但是后来发现 有一个缺点 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呢 同学的理解上面 好像会比较不好理解 所以后来我把它改写成上面这个方法 好像同学比较好理解一点 所以方法2可不可以跑得出来 也是一样可以跑得出来 所以如果可不可以有兴趣的话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解法 如果把这个解法贴上来 一样的东西 你会发现能不能做得出来 一样可以做得出来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只是说相对的 比较难的部分就是说 它这个程式 可能你要就是对那个什么 尤其range物件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B栏的第几列 所以后面这个是B栏的第几列 那这个写法 其实也跟刚刚那个什么 Carven跟Rowe很像 J指的是Carven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Carven-2 加上Rowe-2乘上4 有没有发现 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说呢 我们换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有的时候 其实都是同一套逻辑 只是把它改写而已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Excel里面公式做得出来 你BBA也可以相对改得出来 那只是说你要慢慢去习惯 如果你在Excel怎么写 那改的话要怎么改 那我当然有提供给各位一些方向 只是说你们还要熟练 像这种东西一定要很熟 尤其程式 我前面一直强调吧 程式你即便你学了99分 也是0分 为什么 有一个错误你程式还是忘不出来 有没有 哪怕是你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只要有一个bug 差一分 也是0分 因为也是无法执行 所以城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一定要完美的 OK 一个地方都不能错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多累积一些范本 哪里有很多范本 其实就云端白板上面 一堆 有没有 所以那些东西 我是建议如果你未来 还要继续再学习的话 建议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而且以后可以拿来贴 拿来改都没关系 OK 这很重要 另外的话程式不会没关系 云端上面有影片 影片部分你可以把它再重新看过 我想你慢慢学 应该还是可以慢慢进入状况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未来都很重要 所以特别是像文论坛里面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影片连结 所以回去的话 你如果担心说 未来这个影片不见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它 用一些方法把它备份起来 或者怎么样吧 或者是说 有空的时候 或者你搭车的时候 等人 或者做 反正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听 多反复听一下 其他的部分 就根据云端白板上面的程式码 重新再做过 我想这样应该慢慢 也会进入状况 不然的话 很多工作 如果你没有办法 用更快的方式把它完成 真的是第一个 太浪费时间了 第二个 会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但如果说 你可以很快做完 第一个 你多很多时间出来 第二个 我觉得也是一种 很愉快的经验 因为你把一件事情 很快做出来 这感觉其实也相当有成就感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种成就感 OK 我是因为有这种成就感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这城市好好学好 因为如果说不会的话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我宁可花时间在哪里 再把城市 学好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值得投资 OK 好 这样来的话 最后呢 请各位待会开启这一题 又更困难了 这一题的话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城市来解 不是用城市 用Excel里面的函数来解 你恐怕会解到吐血 所以这一题 但用VBA来解 确实相当简单的事情 OK 所以我以这一题来看 就是说越复杂的事情 VBA越适合 因为它简单的事情 你看不出 好像不会也没关系 但如果说像这种问题 如果你用VBA来解 你会觉得很简单 但你用那个内建 你用那个Excel函数来解 你真的会解到吐血 而且你可能还解不出来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所以待会请各位看一下326 那这一题逻辑非常简单 它是希望 如果我今天呢 上面有个下拉清单 一般二般三般 对不对 我如果点了一般 请你把里面这个班级 A栏是一般的 资料帮我怎么样 移到这边来 有没有 一般第二个 OK 第三个就在这里 有没有 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叫你手动 复制贴过来 复制 一般又是复制贴 复制贴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可以用一些方法 把它完成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想想看 什么方法 然后二般 所以这边 二般就要把二般 正立这个 四个码 刚好对四个 而且你会发现 复制一个到这边之后的话 然后再换下一个 红一 有没有 再复制到下一列 也就是它已经复制一个 你不能把它盖掉 这个感觉跟那个 上个礼拜那个什么 前七名那个有点类似 放一个 K加1 所以这一点其实 K加1就可以了 然后学会什么 把那个资料 把它搬 所以这一题的程式 大概怎么写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 Excel里面的函数 需要用好多函数 但是用什么 用那个VBA 却非常简单 如果你用Excel函数的话 需要用哪一些呢 If Small Index If Air 还没结束 而且最后记得 还要一个Raw 然后比对完 最后要执行正列 正列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是大瓜 这个大瓜不是自己打的 一定要自己按什么呢 Ctrl Shift加Inter 它才会执行正列 那这个正列呢 其实就类似像VBA里面的回圈 它会自动往里跑 可是哦 以前光我讲完这个同学 就已经头昏脑胀了 而且哦 几乎全军覆没 没有人做出来 OK 只有我做出来了 其他人都昏倒了 所以后来我想说 算了 然后说老师 底下的同学说 老师你干脆跳过好了 你直接就教我们VBA算了 所以后来我才直接 后来讲完VBA之后 同学说老师 你不用讲以色列的函数了 因为我们学不会 但VBA反而他们学会了 OK 所以我就干脆直接讲VBA怎么写 其实非常简单 我想你前面如果写出简单的 这一题应该没有 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应该写过吧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 if 这个range的h2 等于sales的i列的a栏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帮我把同一列的i列的b栏 复制到这边 有没有 复制的话就是把这个放后面 sales的i列的b栏放后面 然后呢 这边是什么 这边应该是放在sales的k列 k等于5 从5开始 然后呢 它的g栏 然后分别h i j 有没有 把这边bcde 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呢 再来什么 下一个 如果又找到的话 把它复制过来 记得k的 k等于k加1 有没有 程式都写完了 所以跟之前 写那个什么呢 写那个前七名的那个程式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说这个是复制四个 那个是只有 复制一个 ok 所以差别在这里 程式并不难写 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 或者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挑战一下的话 答案就在这里 ok 答案在这里 这个 ifl index 然后那个范围small 然后外面记得要执行大瓜 所以如果你们要做出结果来的话 记得这个大关号 不不能就贴上 你要用Ctrl-Shift加Enter才能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着打开 这个326这一题 那我教各位 当然 看干脆直接就用 VBA来完成算 Pork 力 咨 摇 咨 律 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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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